第36章 神啊 劈死他吧 四级魔法学徒 是个什么概念 没什么概念 虽然学习魔法需要天赋 没有魔法天赋的人 根本就无法学会魔法 因为这一点 而导致大陆上的魔法师 比较稀少 但是 那也仅仅只是比较稀少而已 比较 和谁比较 和魔法师 无者比较 如果只是单纯的 就魔法修炼者这个行业来说 四级的魔法学徒 真的不算什么 别的不说 就一个小小的红石镇 四级以上的魔法学徒 就有近百位呢 但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讲究 那就是年龄 风铃拥兵团的莫里希 是四级的魔法学徒 他多大年龄 四二岁 现在在场的 就有八位四级的魔法学徒 他们多大年龄 最小的也有三十一岁 方天 方天小的 方天阁下 方天先生 方天他大爷的 他才多大 十三岁 才十三岁就已经四级了 那到了他三十一岁会是几级 九级 魔法师 大魔法师 来访的所有人都感到有点窒息 眼前看到的事实 让他们不敢置信 但又不得不信 一时间 众人心思各沉 神啊 打个雷下来 把这家伙给劈死吧 有他在 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只是来访的人震惊 就是风铃拥兵团的人 也是一样的震惊 留守的莫里希 因为有事到明月镇去了 现在风铃拥兵团 林修的主力人员中 没有魔法师 而舞者 基本是看不出 魔法师深浅的 所以听了古德的话后 好歹也是个三级舞者的安德森 居然大张着嘴巴 像个傻子一样的问道 什么 小弟 你居然已经是四级的魔法师了 然而在场中人中 最为震惊的 却既不是古德这些来访的魔法师 也不是安德森这几个团里的舞者 而是小罗里 你已经是四级了 小罗里一把抓住方天的衣袖 瞪圆了双眼 恶狠狠地道 小妹 我四级了难道很奇怪吗 方天靠在椅子上 懒懒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 在场中人一阵无语 奇怪吗 不奇怪 确实不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TMD你这样的存在 怎么能用奇怪 这么低级的话来形容 神啊 快点劈死他吧 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 已经 是 四级了 小罗里 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句话 忽然大声地挨了两下 松开方天衣袖 把两手放在长椅的靠背上 用力地拍 混蛋 你怎么可以四级了 人家才两级啊 众人同样悍 您老人家好像也才十岁 或者最多十一二岁吧 才两级 神啊 你来批方天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也给一起烧上吧 别拍 别拍 手都拍红了 方天把小罗里的两手抓过来 把在自己手里 我不管 小罗里气呼呼地说道 然后又可怜兮兮地看着方天 方天哥 哥 我也要四级 你会教我的 是不是 沙家泪流满面 为自己的老师感到悲哀 堂堂大魔法师 在小丫头的心目中 居然比不过一个四级的小学徒 好好 我教你 方天看着小罗里 认真说道 前段时间开讲西游记 激起轩然大波之后 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安稳 是因为沙家的缘故 如果没有沙家 方天不知道情况会是怎么样 或许一点事都没有 或许 或许会很糟糕 甚至糟糕到不能再糟糕 而小罗里自己 刚到这里来 就帮了他的两个大忙 第一个大忙 让他调整了心态 跃上了四级 终于能够定下心来 开始全新的人生 第二个大忙 让他在不经意间 找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这两个忙 无论用什么样隆重的形容 都不为过 这样的情分 岂是等闲 可以说 他们都是他的贵人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沙家 他已渐渐视之为师友 而小罗里 他就算真的将之视为自己的妹妹 又有何不可 所以方天看着小罗里 很是认真地说道 他的这认真 小罗里看到了 沙家看到了 一众来访的魔法师 看到了 小罗里是高兴 沙家是心中一动 而至于一众来访的魔法师 则是不约而同地 相互交流了下目光 心中有惊有疑 他不会是说真的吧 应该不会吧 难道他真的说的是真的 然后所有人这个时候 都想起了西游记 那前所未闻的西游记 那高深莫测的西游记 那无以形容的西游记 有了西游记在前 现在 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 众人的经营 马上变成震惊 他会怎么教 教什么 密切关注 魔法师甲的心理活动 天天来访 魔法师乙的心理活动 密切关注加天天来访 魔法师丙的心理活动 天天来访加密切关注 魔法师丁的心理活动 不提来访众人 心里的复杂感受和打算 单说方天 他的我教你这句话 其实并不是空口白话 没错 小丫头是有一个 深不可测的老师 别说老实了 就他的沙家这个师兄 也够方天追八条街的 在魔法修炼方面 他确实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四级的小学徒 人家从手指缝里 稍微漏点东西 都够他受用不尽的 但是 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怎么样更好的学习 或者修炼 在方法理论方面 经过这段时间 和众人的接触 方天可以大言不惭地 说一句话 撇开具体的知识不谈 但就修炼这种行为 本身来说 方天的认识 要比沙家他们 要高出八条街去 前世的时候 老头子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 练拳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练功不练拳 犹如吴舵船 在方天看来 小撈尾的魔法修炼 就是练功不练拳 练功是打基础 练拳是应用 练功是绷紧 练拳是放松 没有基础的应用 就是绿头苍蝇 瞎折腾 拿苍蝇拍一下就拍死了 但是 光有基础 而没有应用 就是不折不扣的小肥羊 肉嫩味先针好吃 小撈尾的修炼 只有绷紧 没有放松 或者说 他的放松 不是方天认为的 理想状态的放松 小撈尾基础有了 并且扎实无比 那么只要稍微松一下 水平就上来了 小妹 叫我一声哥哥 方天看着小撈尾 说道 嗯 小撈尾定定地 看了方天一会 然后说道 哥哥 再说一句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小撈尾歪着头 这次可不信了 是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一个月后 我把你送上三集 方天淡淡说道 方天这话一出 简直是石破天惊 沙家傻了 安德森他们傻了 古德等人傻了 第三十七章 不能平凡 那就走向璀璨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些事情 是不可预料的 就在不久前 方天还打算低调来着 但是 这一次有点突然的 晋升四级 彻底打碎了他的想法 有一个魔法学徒 他不声不响的 一下子就从三级 升到了四级 有一个四级的魔法学徒 在别人大多都是 三四十岁的时候 他才十三岁 然后 这个十三岁的 四级魔法学徒 在不久前 才刚刚讲了一个 连大魔法师 都探为深不可测的故事 这也叫低调 如果这样的人 也能叫低调 那世界上 还有不低调的人吗 其实 从方才众人的 神情表现中 方天意识到 他前段时间 所谓的打算低调 一开始就想得幼稚了 这说起来 还是受到前世的 某些观念影响 在前世的世界 如果一个亿万富翁 想要低调的话 完全可以住桶子楼 开QQ车 穿一双两块钱的 大拖鞋遍地跑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有人 时不时地 跳出来惊叫 您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这么低调呢 在那个世界 不高调的话 谁知道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奥特曼 就算你真的是奥特曼 走在大街上 别人也最多就会说 哦 这个打扮倒也挺别致的 但是太老妥 过时了 哥们 我建议你 还是去换个新的造型吧 换下了盛装 离开了特定的场合和背景 不论是高官巨富 还是平民百姓 除了高矮胖兽不同 其他都一个样 你说你气质好 你能好过犀利哥 但是这个世界 不一样 极大的不一样 别说魔法学徒了 就算从没经过正式修炼 只是具有魔法天赋的普通人 也像夏夜的萤火虫一样闪耀着光芒 你能瞒得了谁 方天之前没想到这个问题 还以为自己只要低调一点 大家就不会那么注目他了 但是刚才 在众人打量他之后 各个目瞪口呆的时候 方天知道他错了 别说他已经一步踏错 讲了不该讲的西游记 就算没有这一出 他也一样低调不起来 低调 拜托 你低给谁看啊 方天又想起了周星驰影片里的一句话 你以为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 没有用的 像你这样出色的男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 那样的鲜明 那样的出众 你那忧郁的眼神 唏嘘的胡渣子 神乎其神的刀法 和那杯Dramar Team 都深深地迷住了我 现在 他已经是一个四级的魔法学徒 而依照他的预料看 就是五级 也不会太远了 低调 他已经彻底与低调无缘 除非他跑到山脉森林中去 永远地与世隔绝 该怎样 就怎样 没有那么一层 可以用来隐藏的壳 扮猪吃老虎 你是老虎 别人绝不会把你当猪 你是猪 怎么装也装不成老虎 你的一切一切 都明摆着呢 就算一个瞎子 都看得到 方天感慨 他想 再次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看到那些被公持剑的人 他应该不会感到不舒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以一个十三岁的四级 魔法学徒身份站 在这个世界上 和前世的明星 站在千千万万人围观的舞台上 没有任何差别 他的前 后 左右 没有任何遮挡物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只要是想关注他的人 全都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得到 哪怕他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哪怕他连头带脚 窝在床上 把自己紧裹在被子里 既然这样 那么 畏畏缩缩 反而是徒惹人笑了 这个世界 自有这个世界的规则 前世 毕竟已经是前世了 前世的某些认识 某些行为方式 需要改变了 入乡随俗 当了和尚就要敲钟 做了道士就要化福 这成为了魔法师吗 就要挺起胸膛来 无畏无惧地站在这个世界 坚定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走向五级 走向六级 走向七级 走向八级 走向九级 走向这个世界的强者 走上这个世界的巅峰 因为 他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不是吗 他能退到哪里去 他的背后有谁 不 从今以后 没有背后 只有他自己 是他自己的依靠和支撑 想明白了这一点 方天的心中有无奈 有惶惑 但他只让自己无奈 惶惑了三分钟 三分钟后 方天将这些情绪 尽数从心头卸下 只留下坚定 只留下骄傲 既已注定与平淡无缘 那又何妨活得精彩 不能平凡 那就大胆地走向璀璨 再说一句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小老李歪着头 这次可不信了 是 哥哥是无所不能的 一个月后 我把你送上三集 方天淡淡说道 沙家傻了 安德森他们傻了 古德等人傻了 安德森他们的傻 是没有想到 一直看起来温温和和的小弟 居然会有这样一种 令人瞠目结舌的气魄 古德等人的傻 是仿佛听到了神话 但这神话 此刻却没有人敢说是假的 方天的语气 没有强调 没有重复 但是却似乎诡异的不容置疑 他们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信 沙家的傻 则是恍惚间 静似是看到老师当面 神 在这一刻 他竟然从方天的身上 看到了老师的影子 方天这一刻的语气 方天这一刻的神态 简直 简直和老师一模一样 可是 可是他仅仅只是一个 才刚刚升到四级的小学徒啊 然后沙家不是恍惚的 非常真切地看到了 方天周围的魔法元素活跃方式 末地有了改变 元素亲和力 竟然就在他眼睁睁的注视之下 没有一路上升 而只是一跳 然后就跳到了另一个层面 和他相比 镜次也不逊色多少 这 这 沙家在这一刻禁不住怀疑 站在他面前 不 坐在他面前的 真的是人吗 方天真的不是神伪装的 第38章 没有退路 不能低调 并不就意味着要去刻意高调 而方天此时的举动 就是在刻意高调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脑比较残的行为 那他为什么要脑残这么一下呢 答案很简单 为了他两年甚至一年后的晋升五级 未雨绸缪 从三级升到四级 是突然了点 但是大家总还是能够理解的 就算不理解 他们也要强迫地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或许这位方天小先生 晋升三级已经很久了呢 当然 晋升三级很久放在一个13岁的少年身上 是有点那么害人 但是 那都是以前的事吗 为了合理地解释现在 以前的事 就不用那么较真了吧 说不定 人家是从娘胎里 就开始修炼了呢 什么 你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但是 你不能说 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是不 对于众人可能的看法和猜测 方天大体上 是可以看出来的 但是 不管众人此时怎么看 怎么强行说服他们自己 接受他已经升到四级的事实 一旦他真的在接下来用仅仅一到两年的时间里 就再次从四级升到五级 那这个盖子无论如何都再也盖不住 到时 所有的疑虑都会一下子翻出来 他是什么人 他从哪里来 他的老师是谁 他是怎么升到一级的 他是怎么升到二级的 他是怎么升到三级的 他是怎么升到四级的 他用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从四级升到五级的 他升到六级会用多少时间 他升到七级会用多少时间 他升到八级会用多少时间 他升到九级会用多少时间 接下来 他成为正式的魔法师会用多少时间 然后 巨大的利益和诱惑将使几乎所有人都进入疯狂状态 他将会成为千夫所指 万目所及 所有的势力都会冒出来 把他压成积粉 而方天知道 到了那时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他 因为他的身后 一无所有 一个莫须有的背景 或许可以镇下一部分人 甚至美好到镇下大部分人 但是 绝对镇下不了所有的人 方天的前世 有那么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资本有了20%的利润便活跃起来 有了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 有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 有了300%的利润就敢冒脚手的危险 而在他身上可以获得多大的利润 百分之三千 百分之三万 百分之三百万 他不死 没天理 当然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他废弃修炼 真正的开始养老 混吃混喝等死 可是这是人能做的事吗 与其这样 还不如直接吐口唾沫 在地上把自己丢进去淹死 其实就算自无如此 也还是不安全 你以为你那么年轻的就升到四级 就没有人关心吗 你要是一直往上走 人家还担心你有背景 可是如果你停下来了 你停下来试试看 所以就其实 方天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朝前走 向上走 走上五级 走上六级 走上七级 走上八级 走上九级 走上魔法师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安全了 已经要演了 那就只有一直要演下去 继续要演 更加要演 直到众人 把你的这种要演当作平常 把你当作是一种 理所当然要演的存在 那你就不要演了 而方天所要做 所能做的 也仅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小心地做一个 为自己负责的剁手 尽最大的力量多方斡旋 以避开那些 可能的恶浪与暗礁 直到航行靠岸 走上坚实的大地 这一天 方天言笑艳艳 与一众来访者攀谈 但是内心 却经历了一段 精心动魄百转千回的思量 这思量 让他彻底理清了 目前的处境 以及未来的行为宗旨 让一个懦夫 变得勇敢的办法 就是斩断他所有的退路 让他无路可退 就算强如一只老虎 面对群狼的时候 如果有路可走的话 他也会选择退避 但是 哪怕是一只小白兔 如果无路可走 他也会选择冲上去 哪怕前面是群狼 世道万难须放胆 在这一天 方天把这句话 理解得无比深刻 到了傍晚的时候 来访众人 一一怀着 复杂莫名的心思离去 风林雍兵团大院里 最不高兴的 就要树小艾威小狄克 这些小家伙们了 方天大哥 本来是要给他们讲故事的 可是这些人 好繁人 毫无疑问的 古德等人 被他们化为了恶客 至于说 方天大哥升到四级了 哦 哦 升到四级了不起 方天大哥 本来就了不起嘛 升到四级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这些人 真是少见多怪 看到他们或者皱着眉 或者堵着嘴 全都是一副不满的样子 方天安安好笑 这些小家伙们啊 不过 看到他们的这副样子 他却一下子开心起来 就算再次身为少年 他也不可能变得纯真 但这并不妨碍 他享受这种纯真 快要吃饭了 没有时间了呀 方天转头 看着天边的太阳 故意逗他们说道 叔叔们 坏 不好 小琪琪连续用了两个词 来形容古德他们 可见他的愤慨是多么强烈了 同时 用他的小手 抓着方天的手 也不说什么 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他 方天立马就投降了 不过他还是想逗一逗 琪琪啊 你看 这是剪刀 这是石头 这是布 方天用手 比划着这三个东西 剪刀能剪布 不能裹石头 石头能砸剪刀 我们一人出一个 对 就是这样 方天弄出个剪子 小琪琪弄了个小拳头 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赢了 现在 我们正式开始比赛 琪琪要是赢了 我就给琪琪你们讲故事 琪琪要是输了呢 我们就等着吃饭了 于是方天比划着 让两人一起出 结果 琪琪还是出了个小拳头 而方天把刚才的剪刀 换成了布 不裹石头 琪琪你输了 方天呵呵笑着说道 第三十九章 讲什么故事好呢 屋 小琪琪扁着嘴 委屈地看着方天 一副渲染玉气的样子 哎呀 怎么这样啊 小胖子迪克一跺脚 郁闷地说道 他的这种行为 代表了在场 所有小家伙们的心声 哈哈 琪琪 我们再来 再来两把 一共三把 三局两上 下面两把你要是都赢了 那就算你赢了 你只要再输一把 那就是输了 听了这话 小琪琪把小拳头 收紧又松开 松开又收紧 紧张得不行 过了几秒钟 方天才说道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一 二 三 开 在场中人 甚至连沙迦和安德森这些人 都相当关注地看着这一幕 至于一群小家伙们 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把 小琪琪把拳头换成了剪刀 杀家等人汗 不过 方天怎么可能还让他输呢 这个石头剪刀部的比赛 就是一个小花样把了 接下来的这两把 不论小琪琪出什么 他都是会赢的 这一把 小琪琪的剪刀 战胜了方天的步 哎呀 我怎么输了呢 方天学着刚才小迪克的样子 跺了下脚 哀叹了一声 在场的所有小家伙们都欢呼起来 琪琪好棒 小艾薇等几人 给小琪琪加油 不过装模作样的一脚跺下去后 方天的假哀叹 变成了真哀叹 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 靠 这一脚跺下去 全身上下简直像被千刀万剐一样的疼 昨天不是简单的运动过量了 而是确实超级线了 方天很快得出这个结论 琪琪啊 这把我可不出过了啊 我也要变一下 我要出 方天一边说 一边盯着小琪琪 那还没有收回去的小剪刀 然后 牵动在场所有观众的第三把比赛开始 结果 这一把 小琪琪把剪刀换成了布 站上了方天的拳头 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啊 我们赢了 琪琪你好厉害 一个小洛里高兴地尖叫起来 一众小家伙们也全都欢呼不已 琪琪得意地笑了 学着方天曾经做过的姿态 把两只小拳头握在背后 就那么微微扬着小下巴 翘生生地站在方天面前 一副快夸奖我爸的模样 哎哎哎 莫非前一世不是洛里空的我这一世 难道要晚节不保 看着小琪琪的样子 方天这么想到 两把都输了呀 琪琪 你也不让让哥哥 方天忧郁地看着小琪琪 哥哥乖 不哭 小琪琪把两只手从身后伸过来 靠到方天怀里 搂住了她的脖子安慰道 琪琪啊 你想听什么故事呢 为了犒劳小琪琪的胜利 方天决定奖赏她 孙悟空 小琪琪毫不犹豫地回答 除了孙悟空呢 琪琪还想听什么 杀和尚 于是众人都笑了 然后全都期待地看着方天 不过说实话 方天一时间还真没想到除了西游记之外 还有什么适合讲给这些小家伙们听的 太多的故事 不是与这个世界不协调 就是夹杂着大量哨而不移的东西 《红楼梦》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市场的 《三国演绎》是一部奇书 但是与这个世界的背景不符 里面的许多情节 只适合D555世界 放到这世界 简直就是渣 就说草船借鉴吧 在前世的世界 这可是一个极其吸引人的桥段 但在这个世界 小小的雾就能糊弄人了 别扯了 当所有的魔法师都死光了 《水浒传》的内容很危险 方天要是把这部书讲出来 估计他自己就要危险了 好吧 四大名著全都排除 金庸古龙全都排除 至于黄毅 方天难道能讲《大剑师传奇》吗 富与帆云倒是有一部好股价 但是要想放在这个世界的话 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 基于方天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相当少 目前上无法胜任这份改编工作 这个时候 方天忽然想到了前世看到的一个笑话 某男子走进书店道 我想买一本书 里面要没有凶杀 没有爱情 没有侦探 没有百万富翁 也没有妙龄女郎 服务员把条件一一输入搜索 回车 然后抬起头看着他 先生 只有一本书符合您的要求 火车时刻表 您要吗 排除了这些之后 方天把记忆转向其他的一些东西 风神榜 这个太妖孽了 讲出来的话 怕是比西游记还要轰动 属于绝对雷区 别说碰了 靠近一些都危险无比 除非他已经成为了正式的魔法师 葫芦娃 这个倒是相当适合讲给这些小家伙们听 但是 葫芦七兄弟的本领 会不会让这个世界的修炼者们产生一些不该有的猜测呢 老大 力大无穷 并且可以随意变大变小 这是圣武者 还是一个精通土系魔法的魔法师 老二 千里眼顺风耳 顺风耳就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魔法师的风系技能了 千里眼 准法师 九级魔法学徒的元素感应区域才一二百里呢 老三 铜皮铁骨 这个不用说 武者 老四 控水 天生水源肃清和力超高的魔法天才 老五 控火 铜煞 老六 隐身 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哪种修炼者是拥有这项能力的 老七 宝葫芦 收东西 这和方天前世后来一些小说里的储物戒指有什么两样 这个世界似乎没有那虚名于戒子的传说 一些小说里高五世界必备的储物戒指 方天没听说过这个世界有这种东西 嗯 是这具身体的前主人没听说过 想到这里 方天不得不再次哀叹 没有互联网 甚至连书都稀罕得很的世界 一个人想要了解身边的世界 简直太难了 刚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跟欧文团长到镇上逛的时候 方天还想着能到书店里看看呢 比如说翻翻这个世界的历史书地理书什么的 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后来才知道 他的这种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 好吧 这些都不说究竟有什么好讲的呢 这种想法实在We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